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三角莓 大家看一下我桌面上这两盆三角莓 开得非常旺盛 而且它的花瓣是虫磅型的 看起来非常好看 但是在这个八月份与水特别多 而且各种病虫害都是非常活跃的 那么我们想要这个花朵开花延长树域的话 就使用一些小技巧 这样的话就能让它的花朵不被一些病虫害来侵害了 使用什么小方法呢 在异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很多的这些 预防各种病虫害的一些小方法 比如使用花椒 用它来浸泡水三个小时之后 装到这个喷壶里面去给它喷洒 这样的话既能可以杀菌又可以杀虫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平时炒菜所用的一种食材 那么就是这个姜 这个姜怎样使用呢 我们可以把它扒碎 弄得越碎越好之后 把它放在一个装油水的容器里面 浸泡大概五个小时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装到这个喷壶里面给它喷洒 每隔一个星期给它喷洒一次 这样的话就有效的防止各种病虫害入侵了 这两种方法呢都是能取到很有效的蛆虫作用 那么如果花耀觉得这两种方法麻烦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代生猛星给它喷洒 因为代生猛星它是一种保护性的杀菌药 只要我们给它喷洒上去 就等于在三角梅的橘珠做了一层保护膜 使用的话就要根据说明书给它续续水喷洒 每隔14天喷洒一次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能让三角梅的花朵延长树域 不被一些种害来滋咬了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三角梅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